大家好,说一说,咱们外交部今天发布的关于俄乌战争 一周年,咱们的一个框架性的立场 因为是在2022年的今天,俄乌爆发了冲突 当然,咱们的外交部用词还是很谨慎的 因为俄国认为这是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欧美认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 咱们从外交,政治,地缘政治立场上 跟俄罗斯绑定更深 虽然咱们对乌克兰,从官方来说,怀有一定同情 因为实话说,乌克兰已经算是在东欧国家里跟中国关系还可以的 当然你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论据 来证明说乌克兰对中国不打地 但是同样你也可以找出很多的论据证明乌克兰跟中国还行 当然你也可以说了,说这是曾经的乌克兰跟中国关系还行 现在的泽连斯基统治他的乌克兰跟中国肯定不行 但是好吧,你们自己各自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 至少泽连斯基在口头上一直对中国还是比较尊敬的 这个你还是要承认 一周年之际咱们发表了一个框架型立场 省得西方国家总是说咱们很苟且 明明在实际上这个里子里是跟俄罗斯绑定一起 给俄罗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能源 这种金钱的援助 一些轻工业品的这种销售 帮助俄罗斯能续写 能缓一口气 但是口头上咱们好像又看起来和全世界一些主流国家论调一致 什么要呼吁人道安全 所以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就是说你中国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你能不能给我说清楚 所以就因此咱们诞生了这一份叫框架性的 我们的立场的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尝试一次性的解决回答西方的一些质疑 以至于像俄国像白俄罗斯 这些国家对我们的一些质疑 但是咱们其实私下里在发布框架的回答之前 肯定已经私下跟俄罗斯勾兑完了 说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准备发这么一篇文章 可能有些地方会惹你不高兴不开心 但是你不要在意 我这实际上还是像着你的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说尊重各国主权 说认同国际法 说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 国际法应该平等统一实用 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那问题来了 这个俄乌冲突里边 或者俄乌危机里边 谁的领土主权受到了侵犯 如果你要说领土 那肯定只有一个 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它从始至终 没有攻入俄罗斯境内 当然了 评论区你要非要杠 说过去乌冬的四个地方 对不对 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合法公投 进入他们的领土范围了 你现在想收复实地 你就是在入侵俄罗斯 那太牛逼了 如果你这个前提 达成 那等于俄国当时进入乌克兰境内 算不算侵略呢 算不算入侵呢 对吧 你不能说 有人喷给你一拳 你说我叫做特别出拳 我就不要打你 我就特别出拳 对吧 然后对方呢 也回过来碰 给你一嘴巴 哎呦 他打我 他这个先人身攻击 这就有点这个无聊了 好吧 所以第一条啊 其实呢 提纲气领嘛 第一条是最重要的 其实啊 立场上是偏向于乌克兰 至于说这个国际法 应该被各方遵守啊 之类的啊 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 普天之下 应该都认的一个论调 说白了 咱们需要占据一个道义 而且往事的解读呢 你还能解读出说 这个俄罗斯对不对 是吧 这个其实是受到了北约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这个一点点的这种欺压 导致呢 俄罗斯不得不 做出一定行动和反击 对吧 这也是一种说 哎 你在我附近 补一些飞弹啊 这也是一种 对我主权的侵犯 所以这个词就 第一条很微妙啊 咱们解读都行 但是我认为大体上 应该是偏向乌克兰 第二条呢 说摒弃啊 冷战思维 说这个一国的安全啊 不能以损坏 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你看这个其实说白了 很明显 说的还是这个美国啊 呃 美国的 你看冷战思维嘛 那既然就是苏美 美苏对吧 那就是现在就名成了 美俄俄美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较量 呃 在这场较量里面 那占强势的 可能是美国 小弟这么多啊 又是世界第一强国嘛 对吧 所以只可能是他损害别人 不可能是俄罗斯损害了他啊 想损害也梦不着边啊 是不是 而且最后 中央的后面提到呢 说地区安全啊 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 军事集团啊 来保障 各国的安全利益啊 和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啊 和妥善解决啊 啊 说防止啊 形成这个阵营对立啊 说防止把本国安全呢 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啊 说共同啊 维护欧亚大陆的这个稳定 对吧 那基本上第二条就 对着美国脸吐吐 马拉就呸 说就是你 嗯 说第三条呢 说啊 停止啊 停火止战啊 就不要大了啊 冲突战争呢 没有赢家 各方保持理智啊 不要计划矛盾 避免乌克兰危机 进一步恶化 甚至失控 就要花一看 还丢核弹 对吧 灭国战 那是怕这个啊 支持俄乌啊 双向啊 相向而行 尽快恢复 直接对话啊 逐步呢 推动局势缓解啊 最终大声 全面停火 这个时候停火呢 呃 其实对俄罗斯啊 相对来讲是有利的 因为这个乌冬四块地儿呢 已经被俄罗斯啊 吞到肚子里了 嗯 乌克兰 他想说啊 达成自己的目的 至少说 昨天泽林斯基还想干 你就得把这个乌冬四地给拿回来啊 但是你说你停火了 对吧 拿拿个毛啊 从第三点啊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也是支持的 只不过呢 他出于这个面子问题啊 面子需要啊 我那这不能我提啊 对吧 你跟我提 是不是 而且前提是 你承认 我吃到嘴里这四块粒 对吧 就因为俄罗斯过去吃 咱们啊 之类的一些地儿的 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啊 你知道得承认 我吃到嘴里这几块粒啊 你得认 从法律上得认 四呢 说启动和谈啊 说对话 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唯一可行出路啊 说一切啊 有利于这个和平 解决危机的 努力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啊 说国际社会应该 中方啊 愿发挥建设性作用啊 就该说第三条第四条啊 其实一码事 一起一起看就行了 第五条呢 是老生常谈啊 这个全世界都认啊 就是说 解决人道危机啊 应该任何相关的措施啊 都应该被鼓励啊 这不细说了啊 六保护平民和战俘 对吧 遵守国际法啊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啊 应保护妇女 吧吧吧吧吧 对吧 那这个其实有点针对俄国说的 为啥呢 因为是俄国打到别人领土上了啊 那他自己的平民 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 对不对 那你说现在说 这俄乌危机中啊 谁可能对平民造成伤害 那基本上 对吧 一百人里边99 都是俄罗斯干的嘛 可能乌克兰自己有些什么误伤啊 什么咱不说了啊 他说中方呢 支持俄乌交换战俘 还说七 维护核电站安全 对吧 这是因为之前那个围绕核电站的设备呢 两边还争来争去 争来争去 对吧 但你硬要说 其实这条还是偏向乌克兰 为啥呢 打入别人别国境内 对不对 那谁的核电站可能受损 这肯定是被打那一方受损是吗 对不对 俄罗斯进核电站 有没有 有 都好好的自己国内呢 所以这条其实还是针对俄罗斯进行的批评啊 七 减少战略风险啊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就是反核扩散 反这个核扩散 把那个普京的咚一下这个 对吧 上脑了上头了 然后呢开始丢 是吧 那就全世界完了 这方面还是体现了咱们的一个大国的一个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和论调啊 就是我们还是要反对核战争的啊 然后呢 九 保证粮食外孕 说各方应平衡 对吧 说这个群面有效执行 然后呢 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的黑海粮食运输协议啊 支持联合国为此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吧 这个就因为这样的 就是说 嗯 粮食不论是往里运还是往外运啊 其实都挺重要的 乌克兰呢 在过去一直被誉为苏联的这个大粮仓 对不对 都是黑土地嘛 很肥我啊 所以呢 产粮食 但现在很多都烂地里了 也拿不出去 你这种种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坦克一过 词呀没了 对不对 那你不是白种了吗 说七 停止单边制裁 这时候基本就是针对美国说的 因为开始单边制裁俄罗斯嘛 说这个只能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增加危机啊 增加冲突啊 不会解决问题 而且反对任何 北京安理会就是联合国 批准的授权的单边制裁 就是说 联合国不批 我管你呢 我自己制裁 拉队小伙伴一起制裁 是不是 市场份额他们占很多嘛 还提到说 有关国家 其实就还是美国啊 停止对他国滥用单边制裁和城壁管辖 你看城壁管辖这词 基本上就是针对美国说的就差没点名了 说的就是你美国 说 为乌克兰啊 危机降温发挥作用 十一 保证啊 确保产业链 雇佣链稳定啊 这个不说了吧 说十二 推动战后重建啊 这也不说了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立场的表态啊 好吧 呃 后边有些分析的 其实看了看呢 跟我想的其实差不太多啊 有人说这个跟之前的立场好像没啥区别啊 更像是在重申 有人说呢 这有区别啊 说之前啊 是别人问我们的态度 我们就回答 这是被动的 现在更多的是啊 我们开始主动啊 管这摊子事啊 说像国际证明啊 中国道义 不是美国啊 这个脚趾棍 这种这种教条的脚趾棍啊 有人问问说啊 具体实施呢 难度比较大 关键是顿巴斯啊 这个四个地区 对吧 乌东四地嘛 归还乌克兰 俄罗斯不肯 承认呢 现状啊 这个乌克兰不肯 你看197个赛 13个彩 他这个说的是比较中肯的啊 他只是阐述了一个 确实的现状 看评论区 你看看啊 说这个 三个赛 说关于顿巴斯啊 四个地区的归属问题 这让乌克兰 俄罗斯啊 双方自己谈就行了 外国不参与 五个赛啊 说就地停火 个别地区呢 停火线 作为调整 就像朝鲜战争 停火谈判 最后呢 停火线 并没有恢复到 三八线为停火线 至于克里米亚 反正乌东四地吧 流土主权问题 以后再谈判 先解决乌克兰的人道危机 恢复世界经济 克服 对吧 其实这个 按照他这个论调呢 就是乌克兰吃亏了 对吧 因为这个四个地儿 已经被俄罗斯给失控了 这一拖就拖到没谱了 12个赞 说表明中国太多而已 美国现在不是说 中国支持俄罗斯吗 还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我们呢 要表明一下 自己的态度啊 还有立场 就是说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 应该得到尊重 俄罗斯的安全呢 也应该得到保证 两国之间的纠纷啊 通过谈判解决 对吧 这个就是说了个废话啊 后边呢 又说了一点这个 俄乌冲突的来龙去脉啊 你看那个什么 乌克兰颜色革命后 乌克兰呢 实行这个纳粹化倾向 对俄族人进行迫害 对乌东人民的炮击啊 这会儿说一下 这个 对那炮击是因为啥 那是有一些这个分离 分离主义分子啊 他在挑事 他在做了很多 这个袭击乌克兰的一些行为 都要呢 乌克兰他也进行了抛击 对吧 那你说的抛击有没有合理性 有对吧 但是能不能不抛击 其实也行啊 其实双方都没有克制啊 双方都在这个挑唆挑唆挑唆 对吧 然后呢 说这个冲突开始前呀 就直接造成了1.4万人的死亡 这事呢 前因后果非常清楚 是非取直 明明白白 如果说啊 俄族人民是乌克兰人民 杀自己人民呢 算什么 这是种族灭绝 对吧 就是因为 他还是继承啊 就他认为这个开第一枪打 是乌克兰 这个 当地的俄族人呢 是一个受害者形象 说呢 说一个国家 竟然容不下自己人民 说乌东啊 是乌克兰领土 就成问题了 那就是俄族居住的集中区 他容不下人 对人呢 是赶尽杀绝 需要人家土地 就说你这不是美国 杀印第安人吗 现在呢 美西方啊 对乌克兰当局的恶行啊 视而不见 不说前因 只说后果 只说俄罗斯入侵 让乌克兰人呢 与俄罗斯对号 这样说呢 我们就知道 起因是俄罗斯啊 对共同安全的关切 被忽视 如果北约死亡 或者退到德国 履行当时啊 对俄罗斯的承诺啊 俄罗斯有必要 占这么一块劲吗 呵呵呵呵 好吧 行吧 问题是 你看你北纹那俩啊 对不对 北欧那也 也部署了北约的 这种这种武器了 对不对 是吧 挪威还哪 我忘了啊 对吧 那芬兰啊 芬兰啊 你咋不提呢 后面呢 还有人提到啊 说啊 把这条文章呢 你看有人说 各国领土主权主权完整吗 你说把俄方改成美西方 把克里米亚改成科索沃 答案不就有了吗 对吧 那说普京啊 就是效仿的啊 24年前的科索沃知识而已 那时美西方的吃下啊 对对现在啊 是难看多了 怎么没人出声啊 有吧 对吧 只24年前那会儿的网络发达吗 也不是很发达 20222000年 肯定有啊 肯定有 你放心肯定有啊 就是我的立场呢 还是重申一下 就是我支持任何国家 不单方面改变自己领土的这个范围啊 所以呢你不论是谁啊 只要是让城市啊 让自己的领土变大 我认为都是非正义的啊 这是我的立场啊 行吧 反正呢 这么个新闻 评论区也念了一下 呃 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咱们跟这个中方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 行 这期新闻说也得了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